一個又一個彩繪燈籠 串成一排排掛上天空 藍白 紅綠黃 五彩交錯 讓整條馬路看起來喜氣又沒力 只不過用路人卻有點困擾 會擋到 這邊比較會 比較會擋到 所以你覺得這個燈籠 擋到這樣子會不會造成 你行車這個不方便 會啦 經過路口是綠燈通行 還是紅燈暫停 得要好好找一找 看到的是燈號 還是燈籠也讓人有點混亂 再架高一點就好了 因為這條路蠻寬的嘛 蠻多人沒有減速的話 其實看到紅綠燈的時候 那個已經在前面了 這個燈籠跟這個 我們的紅綠燈 耗製的顏色有點類似 所以可能會影響到 他們的視線 所以他民眾來反應 那我們也就盡量來改 趕快來改善 一整排的燈籠海 就佈置在屏東內埔相公所 前方道路 春節期間為了應景 精心設置 但時間久了 固定的線鬆脫燈籠往下垂 就影響到用路人事線 只要民眾有反應 以民眾的安居為優先考量 就怕發生意外 相公所接獲許多民眾反應之後 也找來吊車前往現場 將燈籠一翼拆下來 消除民眾的安全顧慮 華視新聞中辦抽選手蕭雅欣 屏東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